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Skipper 这也是Liator的第三课 主角和开发以及Liator的核心 最终是一个状态提升的概念以及学习 关于Liator的开发模式 这前面两课大家已经接触到了 并且已经非常熟悉了 主要是通过状态来决定应用程序的最终渲染的结果 本节课的大纲主要分为四部分 第一个是主件的书写的方式 第二个是事件的监听和处理 我们上一课稍微提到一点点赞按钮的功能 第三个是最为核心的State,Propos和Context 三个主件的属性有什么样的作用以及怎么去用 最后一个是状态的提升 这个的话现在不太好说 我们在后面再给大家讲是什么意思 首先是主件的书写方式 我们之前主件书写方式举过一些例子对吧 比如说我们以编写文件 假设这个文件 NAV导航主件为例 首先我们第一种方法编写是类方法 类方法怎么编写 这个例子我们先放一放 我们先打开VSCode 从昨天的代码剧开始 CD,Demo1 然后YN Start 开始运行REAT 之前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 把这个APP.js改了一下 我们在这里我们这个APP.js 有了一个简单的导航按钮 然后现在我们可以去打开检查 用这个REAT的检查工具 去看一下REAT APP的一个组成 其实特别简单 这个APP 然后里面这个Button 非常简单的一个结构 而且这个还是一个HTML的一个组件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 不一样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要去书写一个新的组件 首先我们先不说创建一个新的文件 我们先在当前文件里面用类的方式去创建第二个组件 class 这个组件呢叫NAV 一个导航的意思 instance 注意一定要继承component 然后呢constructor 一般来说我们习惯性会把这个都写好作为一个简单的模板使用 super 去继承 然后继承完之后调用LAN的方法 LAN的方法一定要旅途一个内容 一个jsx 对吧 就是我们在书写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好那现在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东西 就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黑色的导航 知道有就行了 做一个全屏的黑色导航 ok 写一个DIV 比如说skipper 然后呢设置一个背景色style 我们怎么写这个样式呢 行间样式两个括号对吧 color为white 然后呢背景色 background color为black 就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导航的组件 对吧 它里面就一个内容 就一个DIV 有一些基础的样式 然后呢有一些内容在里边 现在我们保存了 这个组件我们书写完了 但是呢它还没有被发挥 最后那怎么去在别的组件里面 引用这个组件呢 就比如说我们app是整一个页面 app是我们整个浏览器对应的整个app 那么里面的一小部分怎么去引用呢 就是它引用的语法 仍然是一个jsx的语法 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 现在呢我们为了要引用两部分 我们做一个比较大的容器 来包含这个button 然后接下来我们怎么引用nav这个组件呢 nav 这是一个字闭和标签的引用方式 一个nav标签 它跟之前那个最大区别是什么 就是我们怎么区别组件 和普通的这种html的组件 跟我们自己写的组件呢 可以看到我在这里用的是大写的n开头 在jsx里面大写的n开头 表示引用我们自己写的组件 在这里呢我们的nav定义为了一个组件 对吧 然后呢在这里用大写的开头的nav去引用它 所以我们在写组件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是大写开头的nav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 就成功的被引入了一个导航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chrome的一个结构 可以看到这边 给出了提示是多了一个nav组件 它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发现这组件是紫色的 普通的这种标签呢是灰色的 然后再点开nav里面是个div 就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去不断的附用我们的一个组件 nav有一个了 100个行不行 可以 你可以不断不断的附用它 这就是一个问题 nav的一个问题啊 那在这里呢 我们讲了怎么去书写一个组件 中文称之为类的方式 那么另外一种是什么方式呢 另外一种是一个函数的方式 我们看一下函数方式怎么写 const 一般我们定义为一个常量 那这个比如说我们定义为一个button button组件 因为这个咱们要跟原生的区分开来 好了咱们写个es6的函数 箭头函数 或者说你不熟悉的话 写普通的函数也没关系 return一个jsx 那么这个组件就书写完成了 比如说我return一个这样的按钮 type 然后呢这里稍微写一下对吧 来自 来自button组件 那么我们怎么去用呢 同样一定要注意一定是大写开头 因为在jsx里面 大写开头表示引入组件 就我们要注意两者的区别 我们在大写button保存 可以看到这里多了一个按钮 这是来自button的组件 我们可以用这个react的一个开发工具去分析它 点开看一下 里面除了enav组件 还有个button组件 虽然button组件的内容也是一个普通的button标件 但是呢 这是一个组件的引用方式 那我们想要多个按钮的时候 不断的button button 对吧 同样的一个意思 这是两种引用方式 就一种是这个类的方式 一种是普通的一个函数拟的用方式 这两种方式的一个区别 在哪呢 这种方式是类 它继承了component 它可以实现很多的属性跟方法 这个button呢 是仅仅有一个渲染功能 就它是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一个组件 就简单的只能渲染 别的都干不了 对吧 或者说挂个监听器 但是你说我们后面讲的set state 或者说生命周期函数 都没有跟它都没有关系 所以说我认为它不能算是一个 严谨来说不能算是一个组件 只是说是获取一段渲染的内容的函数而已 就我们在这里呢 注意两种组件的实现方式 example2里面呢就说这种函数方式 调用的一个问题 重点呢在于return 那我们接下来要讲下一部分 打点注释吧 这是类方式 下面一种呢 是这个函数方式 OK我们要说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能不能把这个组件 提取到其他文件里面去 当然是可以的 而且这是我们主要的一种开发方式 就我们会把这个网页 切成很多很多的小部分 去开发小的部分 再把它装成一个大的一个网站 好 新建一个文件 这个叫什么呢 比如说叫button.js 一般来说我们习惯性的 把这个组件的这个名字 跟文件名统一起来 这样的话就会方便管理 方便你看 对吧 OK有了button之后 咱们怎么办呢 第一步记得先import react 还有components from from什么呢 react OK 这一步是必须的 然后呢 class button extense components OK 然后呢 constructor super 这应该不难 对吧 然后呢 render 这里写多了一个符号 然后return return什么呢 就是一个简单的按钮 好吧 button标签 然后呢 type为button 然后在下一步 这是一个来自button.js的button组件 那么接下来我们怎么去引诱它呢 我们先把这个注释掉 先把它注释掉 然后注意我们的import语法 一定怎么办 必须放在任何语句的最前面 任何文件的最前面 importbutton from 什么呢 我们当前目录的button.js 你可能说 为什么后面省略的.js 因为这是可以省略的 没有关系 那么我们再看这里 这里import了没有问题 我们还存在一个问题 这里的button.js没有引出 怎么写呢 isport default button 那么这个代码 其实可以等价为这样写的话 更加简洁一点 如果你这个组件足够简单的话 直接默认引出一个class就可以了 我们再看一下 现在我们的文件打开怎么样 这是一个来自button.js的button组件 然后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如果用这种组件式开发 在一个新的文件的话 一定要注意import react component这两个东西 一定要引诱进来 才能够正常的去开发 不然的话会报错 还有一个问题是 我们一定要记得写这个计程 虽然有时候不一定要使用 但是呢 养成良好的习惯 react官方呢 也是推荐 一定把这个写出来的 好 下面我们在这里写一个别的例子 isport 什么呢 nav 我们在这写个nav 对吧 const nav 等于一个function ok return return什么 return一个简单 div吧 nav 好 那么现在我们除了在这里引诱button之外呢 还可以再引诱一个nav 这个类先把它做出掉 可以看到这里我们引诱了个nav 这个组件 这是我们把这个组件分割到其他文件的一种做法 这种做法呢 是非常常用的 因为我们在开发任何的一个网站 用react开发的时候 就说我们会尽量把这组件切割的非常小 再让它们偶合起来 像一棵树或一张网那样 这是我们写组件的两种方式 一种类方法 一种函数方法 另外呢也介绍了 如何在别的文件里面 把这个组件拆分出去的一个问题 这是咱们第一部分组件的一个书写方法 那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啊 组件的引用的问题 刚才其实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就说我们在组文件里面 用这个大写的n开头的 表示我们要引用的是一个组件 然后呢最终渲染结果呢 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 渲染成这个样子 就相当于把这个复制粘贴到这里来 你可能说 这跟我复制粘贴没什么区别啊 对跟你复制粘贴是没有什么区别 这种渲染出来是一样的 但是你要注意的是 对你管理跟开发来说 都带来了很多的好处